势均力敌 那么现在的Hendry已经是要 已经是拿出了这个冠军项 对 因为不是说他现在领先一局与否 而是在他在打球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度 已经隐隐的能够感觉到他最强盛时期的那种霸气了 对 他的霸气绝不是瞪眼睛瞪人或者拿着板斧站着 他就是那么轻轻瞧瞧的往那一站 又说到这个 武文先生对于说人的空门 对于人的那个站着的状态 有过我觉得蛮经典的形容 他说一个人轻轻瞧瞧那样站着 他很放松 人就站在你面前 然后他说也看不出有什么防备 但好像身上每个地方都是空门 但好像又觉得每个地方都不是空门 他说这是另外一种境界叫空灵 这是最高的一个境界 我想Hendry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空灵的境界 17 17 好 罗尼尔赛利文低迷了三局之后 看看这局能不能有所起色 就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啊 Hendry已经从3比5变成6比5的反潮 对 也就是说 罗尼尔赛利文到现在为止还没赢过 对 晚上还没赢过 这也是他的绝活 这东西 天下只有他一个人会这样做 来看一看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间 他可以把球啊 从一个不可能的角度 做到一个什么都可能的角度 对 好 选择 你看他喜欢哪一个了 25 32 32 33 仔细的来观察一下球队 他好像看到一颗铁球了 我们的摄像是真的非常到位 这颗是铁球吗 拉出来如果应该是铁球了 只要稍微重一点点就有机会 虽然早就注意到了 但是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球 先收掉再说旁边散开的这些红球 好 48 好球 这个球呢打进是打进 主球的落位有点随意 对 角度相当大 还要打拉杆来代球 对 漂亮 非常漂亮 因为至少会有一颗球散在外面 而以他的 以他的这种进攻能力来讲 准度是相当足够的 对 所以这个球呢 主要是看他拉杆能不能打得好 我们来看这个possible break 对 possible break 可能的 可能的这个一杆的记录 一杆的这个分数是147分 哦 没有进球啊 但这个球他也不追求 不再追求 147分 罗友萨利文其实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也就是上一次给大家转播的这场比赛的上半段 里面也有一场 也有一局呢 是有机会来拿这个147 但是没有那个拿下啊 当然那个比赛 那一局比赛呢 罗友萨利文是表现相当出色 但是 的确球呢 是不太如意 不太顺利 那么现在 哦 Henry打这个球居然打得过后 这个球刚才应该还是有机会进球的 嗯 打太后了 啊 停在待口了 直接呢是看不到 但是利用 对 旁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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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ss球 嗯 看是开轮 还是直接打 是直接打 还把 红球 仰在待口 完 好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的情况 罗友萨利文打了56分 还不注意赢球 嗯 6 拉杆直接带好漂亮 真漂亮 刚才我们摄像师呢 很为Hendry着想 对 里面有一颗球可打 对 14 21 指哪打哪 力道控制的相当好 22 非常棉的触干 28 29 这个球的力道好像稍微小了一点 对 36 拉杆弹一颗心 是打底带 因为自己觉得这个球呢 打进是蛮不错 但是这个球的角度好像莫为不太大 稍微大了一些 靠顶 非常漂亮 它本来应该是从左边来打右边 对 但是它由于角度不够了 所以它只能用一个kiss 但这个kiss 也正好用的恰到好处 kiss到直球 太厉害了 嗯 我对这个Hendry的佩服啊 是佩服到家之后再回来 佩服来回 嗯 有如滔滔僵士 绵绵绵不绝 真的太厉害了 52 记得我们讲Hendry是利用这个组合球最多的 也是利用的最好的这个球员 同时他也是利用kiss最多的 也是利用最好的一个球员 对 58 60 打到五分赢 很巧 2345正好是在点位 67 一颗星甩过来 这样的话 在 一个大间隙之后 小间隙的 小间隙之前的四局比赛 Ronio Sullivan是一分未得 对 58